好,接下来为大家讲一下正手的平抽球 抽球就是说机球要快一些 速度比较快的球 在双打的过程当中我们运用的比较多 在这项技术的挥拍要求是它比较快 所以说我们握拍的时候要相对向上握拍 握在球拍杆的顶部这个地方 这样可以达到最快的发力 握在球拍的下面是一种最大的发力 发力力量比较大 但是握在上面就是达到比较快的发力 整个的动作是手臂抬起 以小臂手腕发力为主 在大拇指的扣在这里的同时 握力不要太多了 如果用力过猛的话 会造成一种反作用力 所以说大拇指放在这里比较自然 这三个手指 手背 带动着你的整只手臂 向前 去发力 好 请轩发几个球 沒錯 沒錯